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了 所以是可以做地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 宪法 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 对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做出决定 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落实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等有关规定的必然要求 也是维护香港法治和特区限制秩序的必要秩序 合情合理 合宪合法 我们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依法履职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 针对的是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定要求和条件的立法会议员 违法者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这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 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议员 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议员